有員工的證件相,有身份證,還有多個不同的資料夾 這些全部都是黑客組織Trigola在數碼港的電腦系統偷出來 放在暗網的資料全部將近400GB 裡面還有不少寫有project的資料夾 包括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會議和提交給規劃處的平面圖等等 據了解Trigola曾經向數碼港勒索30萬美金 最終數碼港拒絕支付,資料日前就被組織在暗網公開 無論是怎樣的情況發生去交贖金都不是一個正當的方式 我們這樣想像有人進來家裡偷了東西 然後要你索償一些贖款去拿回你自己的東西 你不報警然後交贖款 這個不是一個我們覺得可以考慮的做法 他又說事件仍然有待調查 暫時未發現人為的嚴重失誤 會接觸已知受影響和懷疑受影響的人 又強調沒有任何機構可以保證百毒不侵 又說機構已經成功阻截後續的攻擊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說 會配合和監督管理層落實相關的改進措施 並且會就事件向董事會提交報告 而檢討的結果也會向公眾交代